北京时间5月30日 德班士兵赛圆满结束 我们国拼队伍包揽了所有的五金 孙颖莎和王楚清获得混双冠军 成功未免 陈梦和王毅迪获得女双冠军 这也是他们首次获得该奖杯 樊振东和王楚清获得男双冠军 孙颖莎获得女单冠军 樊振东获得男单冠军 国拼队伍把五座奖杯一起打包回国 这场面确实震撼 加上龙队的复刻杯 国拼队伍成为最大赢家 孙颖莎获得职业生涯首座世拼赛单打冠军 也成为了国拼又一位实现世拼赛金马冠选手 随着国际拼联公布了最新世界积分排名 孙颖莎在女单方面独占凹头 在巴黎奥运会资格积分中 也大幅度领先其他女选手 所以孙颖莎目前来说 无依国拼表现最好的女选手 孙颖莎夺冠后 倒地激情庆祝 还不忘把自己衣服拉下去 挡住自己肚子上的肉肉 这一举动也把解说嘉宾邓亚平逗乐 不仅如此 在国拼大合影结束后 孙颖莎还主动邀请自己的主管教练 邱颖可上来拍照 她喊的名字是邱哥 并且拿出了吃奶的力气 把奖杯抬起来 还有一个语气词移 显然 这个奖杯还是比较重 孙颖莎和邱颖可 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冠军师徒 她喊邱颖可为邱哥 可以说明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孙颖莎的成功 离不开邱颖可的默默付出 也希望他们可以继续搭档下去 在巴黎奥运会取得好成绩 实现自己的目标 目前 国拼已经乘机回国 希望他们可以平安归来 好好休息一下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